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惨 即使我们不是身边的朋友 你听到有很多公众人物 去患上这些病 是一个很痛苦的病症 我最记得以前有个老师 很无知 他以为黄斑狼瘡是暗瘡 真是大王 暗瘡就是外面的病体感染 黄斑狼瘡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背叛你 所以一个皮肌炎 一个黄斑狼瘡 一提到免疫系统问题 自己打自己 都是一些非常麻烦的病症 即是免疫系统本身就是 用来去保护我们 免受其他病症 但他做了半军之后 你很麻烦 是的 所以凡是免疫系统疾病 你由外肢病好 脾肌炎好 一涉及到免疫系统病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而且极少方法去医治 刚才我们已经数了几件事 都是很难医治 你唯有就是 降低免疫反应 但降低免疫反应的代价 就是降低免疫 究竟你做得到哪样呢 你不想免疫力那么强 令他不要自己打自己 但最后就是更加容易受其他感染 很多时候就是 你可以说是一种 身体机能走出平衡的状态 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半变的一同 你可以理解是一种 基因突变甚至是一种难变 是 但我们现在能否理解到 这种变异的原理是怎样的 其实这件事又很惨 红斑狼瘡 死马现在知道就是不能医治 你能不能够回来 尤其是看你很不幸 有人甚至想 如何重新reboot你的免疫系统 所以你有时会想 会不会是透过一些脊髓移植 或干细胞科技可以解决 有人去想这一路 因为你就算是血管白血病 也会这样想 病因很多时候是由一个比较基因的层面 譬如有些 很有趣 比较是襲击女性多 女性是多的 女性会高发一点 这会不会跟身体的染色体 特别是XX基因有关系 也不奇怪 你身体的免疫力有机会叛变你的 那种基因的床 可能很多人本身有这种 红斑狼瘡的基因傾向 也不奇怪 但是不一定发出来 也好看你后天好不好 这件事绝对是一个先天加后天才能够出来的病 譬如说 后天很有趣 当你碰到一些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化合物质 我都举不了例 是无端端你身体里面接触到一种物质 那种物质 你身体 有时我脱口说 甚至是一粒花粉 那种物质 牵起到你的免疫反应 令到你的身体会将外来物认错了 然后就襲击了你身体的其他部分 因为你身体的免疫力是靠认识的 因为你身体的免疫力是靠认识的 认识来看哪个打哪个不打 你就要懂得认识哪个自己人打 往往就是有时有些新的外来物质 令到你的免疫力有过一个记忆 但记忆很容易令到你记错了其他东西 令到你打了正常症 可以是这样的 有些是外来物质 不一定是一些外来的化合物 可能是一些外来疾病感染 所以有些红斑狼瘡是会这样的 那一头 染了一场感冒 染了一场烧 然后就发出红斑狼瘡 然后你的身体因为这个病 就认错了第二 其实身体本身是会有这样的事情發生的 就是 你都知道那些种牛豆 其实都是 那些疫苗的原理 都是你身体认得了牛豆那种病毒 于是又懂得打天花 对不对 我们刚刚又何况经历了这个瘟疫 其实都是这些原理 你教那个免疫系统的认识 他认错的事情便出事 那么 诱发到它 可能是接触到一些 你都不知道什么的物质 或者接触到一些 原本完全不接触的病毒 就可以诱发到你本身 内在可以 令到那个免疫系统叛变的一些机能 这个就是我们初步去理解 那个红斑狼瘡的原因 举个例子 就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女歌手 Tony Blackstone 他就中了红斑狼瘡 是的 那么你看他还没中之前 和他中了 现在歌都唱不了 是的 甚至乎你看到 例如演迷行业的人 或者任何大忙人 很粗劳的人 容易有的 即是你本身太忙碌 令到免疫系统低下 于是你可能更多其他的疾病 襲击到你 你的身体会更加长期 容易暴露了一些更多 古灵精怪的其他物质 会不会那些东西 又会令到你更加容易 去诱发到一个病变呢 是否都不奇怪 所以我就会觉得 就是那个免疫系统的崩塌 和你本身有没有充足的休息 和饮食好不好呢 很直接有关 所以如果本身你平时是 个人疑病 容易出湿疹 我觉得真的 你会发现更加 善待你的身体健康 其实你会一些 可以防止更加其他的病 那现在有没有方法 可以跟治到这个病 这次特定是为 这个红斑狼瘡而讲的 我们要介绍一种技术 叫Carticell therapy 其实这种疗法 其实是属于免疫疗法的一种 它出现了很久 比较新 如果我们说出现了十年 已经是新的 其实已经 一路以来 我们开发这种免疫疗法 希望是用来医癌症的 而且的而且确 在2017年 这个FDA 已经批准了 用这种叫Carticell的技术 来去医其中六种的血癌 这种这样的疗法有什么特别呢 我稍后再说 但是刚刚是这个FDA公布了 是可以用一个特快批核的形式 让医生可以用Carticell療法去医 红斑狼瘡 因为现在 红斑狼瘡是没有标准療法的 但是有这种叫Carticell的技术 可以让你的身体上的免疫系统 有一个重新重启reboot的机会 即是等于你的电脑弯了 轻了机 你重新关机再开机 令你有正常免疫系统 来去打 即是不会再打自己的身体 或者就是说 你有一个好的免疫系统 来认得你血液里面 其他的古灵精怪的血癌细胞 就去打了它 就是这样用的 而这个Carticell therapy 是一个我觉得 其实挺有科幻色彩的一种技术 这个技术是怎样的呢? 就是在你身体里 拿你这种叫T-cell T-cell 其实当你熟免疫系统 你会知道 它是一个负责法师号令的 那种这样的免疫系统细胞 都是白血球和我家族的东西 好像是巨细细胞 因为它就算是白血球分 也分很多种 B-cell、T-cell等 总之你T-cell 其实就是法师号令的那种 它会分泌一些讯号出来 令到你大量召唤那些 免疫系统更加多的白血球 更加多的发炎反应 让大家一起去打外来物 如果大家也熟悉过 读过爱之病的病理的时候 因为爱之病这种病毒 優先襲击T-cell 所以它就特别容易 令到免疫系统崩塌 即是爱之病 懂得禽擦仙禽黄 即是令到它可以 骑劫了T-cell 令到它不懂得 对于这些免疫系统 这种细胞做出一个很大的反应 来反抗 好了 现在 譬如说 我假设是男性 那些人就想到 不如我拿出身体上的T-cell 把它 reprogram 令到这些T-cell 带多了一顶帽 上面有更多特质 又不可以说带多了一顶帽 再黏多几个勾 而这些勾 令到它 特别容易去把目标的 你想杀的物质 去黏住 即是说 它原本就算不适应 都会懂得 特别去黏住 黏住 黏住之后 亦都特别容易感应到 你懂得去撲灭它 即是好像一个 媒介 令到这些T-cell 外面 多一个勾 多一种特别 去认得你想 襲击 那些癌细胞的能力 黏住 接着吃完 它一直在这个过程中 帮你去训练整个免疫系统 而这些T-cell 它继续要去 帮你制造更加多 更加多 免疫系统细胞 它自己认完之后 就召唤其他人 一起认 一起去反泡 所以这件事 为何要去议治癌症 其中一个原因 尤其是 对于那些小朋友 如果有白血病 用这些卡T-cell疗法 是非常理想的 看到的效果 好了 到了红斑狼疮 那也是 免疫系统弯了 其实你也需要 教识免疫系统 找回一些正常的T-cell细胞 来认识 让它认得一些古怪的 其他免疫系统细胞 消灭了它 希望它透过整个免疫系统 这种叫做卡T-cell therapy 这种方法 有点像是 你真的拿回身体内的免疫系统 炒成细胞层面的东西 可做上对 有些藥去慢慢去杀 是直接用身体里面一个活体的细胞 训练到它懂得去医治好你 所以这种疗法有一个叫living drugs的名字 有生命的一种药物 是这样的意思 很奇妙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科幻色彩 你将它变成卡通片 有眼耳口鼻去这样 譬如日本卡通漫画工作细胞 你这个题材绝对是实惠 是一个漫画题材 可能画了也不奇怪 我还未看 现在就希望将这种卡通胎扩张出去 如果不是红斑狼瘡 借医癌症目前就是手术切除 化学化裂 再加放射或电疗 另外再多一点就是 可否用到一些 标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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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已经去到有少少基因工程 再另一个路数就是免疫治疗 其实卡T细胞就是其中一种 叫做 如果它成功的时候 其实是很理想的 idea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就将癌细胞当作伤风感冒 这样打了它 是不是 将红斑瘤疗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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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 所以其中一种副作用 而这种副作用就是 往往就是 在武汉肺炎瘟疫中 为什么有些病人肺肺炎到一个地步 最后令到它窒息 其实就是 往往就是免疫系统很强大量产生的物质 令到它破坏了本身正常肺细胞的功能 就不是病毒打下你 但是你的免疫系统 多了一个地步 令到你的正常 太多的时候 太氾滥的时候 都令到你的身体正常捺不过下去 如果不是说肺炎瘟疫 当你用这种疗法打入身体时 身体也很可能会有这种反应 那能否捱得过呢? 那副作用如何去抑制呢? 这就是为何这种疗法 未是可以完全全面去推广的原因 因为你对于不同的病症 可能给予副作用反应也很不同 又是试试 但是名字为何要卡呢? 因为它现在是简写的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我并不明白是什么 Chimeric 其实是怪兽 对 你理解它就是在T-cell上放多一个勾 那个勾就是CAR 它比起正常的T-cell 它就多了这个勾 这个勾就令它容易勾到你想去认得杀的东西 所以就为何整个东西叫卡T-cell therapy 你去engine 它 你在做一个叫bioengineering 这是基因层面的治疗 其实也是 你也是在基因层面将T-cell去加些东西上去 然后它自己就成为一个 帮助你的一种生物机器 或者你可以有一种有生命的生命体 帮助你在身体内大量繁殖 你首先帮它繁殖一次 然后它又大量繁殖 然后就帮你整个身体 它用个字 真的去reboot一次你的免疫系统 就是使用身体练接技术 教识你身体去认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你用什么方法 来令到你的身体免疫系统 去认得想杀的东西 卡T-cell 就是你多多一个勾 它为那种目标物度身定 做一个勾 黏在那种T-cell那裡 是其中一种 有些就是你透过MRNA 令到身体产生一堆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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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كل本事 апlilo 就还可以付费用 这个视频 慢慢点理想 你打 игр想过